小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来到安迪讲故事,我是安迪。 今天的故事里是谁帮助熊大修好了车呢? 跟着安迪一起看看吧。 秋天到了,熊大果园里的果子都成熟了。 熊大和熊二决定把果园里成熟的果子都摘下来,留着冬天吃。 它们开着车来到了果园。 果园里的果子真多,它们装了满满一车。 正当它们打算开车回家的时候,却发现车坏了。 这可怎么办呀?这么多的果子我们怎么运回家? 别担心,我们给金宝打电话,让他找超级飞侠来帮忙。 于是熊大拿出电话呼叫金宝。 金宝金宝,我们的车坏了,请求支援。 没问题,我这就派乐迪过去帮忙。 不一会儿,乐迪来了。 你好,我是乐迪,每时每刻准时到达。 你好,乐迪。 我们的车坏了,果子不能用回家了,能帮我们修好它吗? 好的,我来试试。 乐迪修了很久,可是车还是没有修好。 迪家奥特曼突然出现。 迪家奥特曼,我们的车坏了,能帮我们修好它吗? 没问题,看我的。 不一会儿,迪家奥特曼把车修好了。 好棒啊,大家都为他鼓掌。 迪家奥特曼,太厉害了。 谢谢迪家奥特曼,谢谢乐迪。 不客气,勇闯天下,超级飞侠。 不客气,以后有什么事? 随时找我们帮忙。 说完话,迪家奥特曼消失了。 乐迪也飞回了基地。 熊大熊二开着装满果子的车,开开心心的回家去了。